本节目由微卧手机特约播出 夫妻日记里的文字 带着家人齐聚家庭欢乐谢舞台 我第一次紧张是 真的车祸现场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爸就在下面 但是我没想到 健哥他竟然找我说 他要翻唱这首歌 他给我发了三天短信 我从来不看短信 两组明星家庭现场认亲 我想您还缺一个 弹吉特的女儿 光有一个跳舞都不行 小女儿是我的女儿 爸爸我们走吧 这个节目我觉得不用录了 网红安全距离歌 别我 我唱我看过去 别的整人开 我齐的整人开 我齐的整人开 携妻子迎来小品首秀 王叔抱着亲我了 杨宝还亲你了 还亲你了 还有我们的萌萌达小主唱 杨州炒饭还有 本来东北你吃杨州炒饭 精彩 四季 好看 春天的梦 吉林卫视 家庭欢乐笑 精彩来袭 马上开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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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家庭欢乐秀 男号正式极瑞市每周四万里 准时相约的Vivo手机 家庭欢乐秀 Vivo X20 逆光也清晰 照亮你的美代好 我是主持人敏慧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杨茜 杨茜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偶像包袱吗 我没有 怎么了 我本来也觉得我没有 但是最近有些人真的是太过分了 我真的要冒活了 谁欺负我们大饼子 就咱们节目组的那些后期 就每次一录完节目 就把我的那种照片 就做成了各种表情包 真的是不堪入目 都发到各种群里面 我真的是 这主持人的地位 就那么低 你知道不 我们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 放轻松 我要是制片人 肯定给后期加鸡腿 当然了 大家也可以关注 我们家庭欢乐秀的官方微博 了解明星的资讯 同时呢 还可以欣赏我们主持人 各种各样的奇葩表情包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那我还不如不说呢 你才知道啊 当然了大家呢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3185818582 进行报名 优秀的家庭呢 还有机会来到2018年 吉林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 录制现场 还在等什么 赶快报名吧 看我们今天的粉丝们 已经等不及了 让我们赶紧请出 今天的明星吧 掌声有请唱跳行歌手 李斯丹尼和他的家人 掌声有请 好 再次见面 跟大家打招呼 你好 我是李斯丹尼的妈妈 你好 大家好 我是丹妮的爸爸 大家好 我是李斯丹妮 那我想问一下丹妮 上一期节目当中咱们赢了 那今天会不会再接再厉 拿出什么杀手锏给大家 我们今天肯定会更加进步的 然后也希望能够看到 我们有更加有能力 有闪光点的一些家庭 能够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 带来更多的欢乐 好的 再次欢迎三位来到 我们家庭欢乐秀的现场 接下来有请第二组明星家庭 有请唱作才女 许妃和她的表妹刘莎莎 有请 以后的手机会说谎的 有心却听不清 对不起 大家好 我是许妃 超级开心回家了 对 大家好 我是许妃的妹妹莎莎 你回家不高兴啊 高兴 我来一下心情 就是我也是好久没有回来了 然后这一次回来 还能吃到特别好吃的串什么的 特别开心 东北的肉串最喜欢吃什么 就是我们家里面有一种那种特别小的肉 肝板肉 小串 对 小串 小串 肉很小的 就需要用 沾在签子上的 好的 再一次欢迎二位来到我们家庭欢乐秀的舞台 谢谢二位 请就坐 谢谢 好的 两组明星家庭都已经集结完毕了 那么他们都带来了哪些才艺家庭呢 接下来 李斯怎么先来 我们今天首先要请的是我们当地的特别火的一对夫妇 他们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叫安全夫妻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待会儿来揭晓 所以现在有请吉林白晨的自带搞笑光环的李峰和他的爱妻 韩秋月 掌声有请 那怎么站对第二组家庭呢 第二组家庭 他们是很特别的一个家庭 今天来的人数也应该是我们在场最多的 对 有请是马来西亚 华裔一家 掌声有请 有请 好的 李斯丹战队的两组才艺家庭都已经集结完毕了 我觉得真的是压力还有点大 都很巧 对 看许飞这边怎么接招 咱们派出哪些才艺家庭呢 我在上一期的时候 第一组家庭就是来自河南的 然后呢 今天呢 这一期依然延续 然后我请到的是来自我们河南的一对夫妻 掌声有请 那接下来第二组家庭呢 我们第二组家庭就厉害了 对 然后虽然我们今天这个在人数上 可能有一点寡不敌众 但是呢 我们接下来这对夫妻呢 听说两口子都是音乐教师 我们都接受一下音乐教师的 给我们来点这个音乐戏剧 熏陶一下 我们有请这一对夫妻 掌声有请 有请 观看节目的观众呢 还可以通过手机和我们互动起来 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 拿出手机 点击微信 点击发现 点击摇摇 可以将手机靠近电视 或提高电视音量来识别 当然了 摇摇可以进入到 金铃威士的官方微信平台 摇红包 摇礼品 还在等什么 赶快加入我们吧 是的 那上一期节目当中 许飞战队的成绩不是很理想 那今天那就 许飞 咱们先来 那第一组我派出我们来自 河南的超市夫妻商场 让我们掌声邀请超市夫妻 谢谢大家 You may be sorry But they don't make it all right But they don't make it all right 昂昂的天涯是我的爱 绵绵的青山脚下花睁开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压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嗨嗨 线成大烛燃烧自己请你照亮你 把我一切都选给你只要你欢喜 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 生命最多爱你永远不离不禁 你是我甜甜最美的云彩 让我有心把你留下来 红红的笑了温暖我的心 我点亮我生命的火 火火火火火火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过 永远都唱着花开满山坡 种下希望就有最美的姿态 走下来 大家好 我叫直雪静 来自河南新乡 今年31岁 大家好 我叫张再燃 也同样来自河南新乡 今年32岁 妈妈呢 我来自新乡 河南新乡 我叫张爱琴 阿姨们今天来到现场 那来自哪儿啊 长春 长春哪儿啊 汽车场 汽车场 我想问一下二位刚开始跳的是街舞 对 后面怎么就请了一帮阿姨来给你助演的呢 因为这个广场舞跟我们家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我和我老公认识 然后一开始我妈妈是不同意的 然后就是因为我妈妈喜欢跳广场舞 然后我老公就投其所好 教了我妈妈跳广场舞 然后我妈妈开始慢慢地接受她 那个我得在这儿严重地表扬一下你们一家子 这个阿姨天团一下来了这么多人 我瞬间觉得自己好像啊 立刻变得这个有靠山了的感觉 然后 就阿姨跳得好像真的非常有活力 我们先谢谢我们阿姨们啊 谢谢 我想问一下丹妮妈妈 您有没有就经常也跳广场舞啊 跳 跳啊 嗯 她挺喜欢 不是刚才那个他们在上面跳的时候 我还在下边跟着节奏 我有舞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好 你看到没有 这个阿姨虽然是丹妮的队伍里面的是吧 但是一看我们这个广场舞 阿姨立刻就想跳到咱们队来 直接想跟咱们一队是不是 不带这样的 妈妈 不要叛变好吗 不是 因为刚刚就确实就是我看到阿姨 我也很喜欢许飞啊 啊 真的 她那一年 我在私下 我都跟丹妮我也跟她说过 那一年 她 丹妮还 在读高中的时候 还没有参加那个 你们就是快乐女生 我就认识你 而且我就看你那个弹吉他 阿姨您也喜欢我 喜欢我弹吉他 弹吉他 我想您还缺一个弹吉他的女儿 光有一个跳舞都不行 那我就 小女是我的女人 我们成功地又拉了一个 最重量级的一票过来 好了 这个节目我觉得不用误了 爸爸我们走吧 我觉得今天 就是最大的转头就是妈妈 妈妈今天来转大了 对吧 就是还认了个干女儿回家了 刚才那个开个小玩笑 对 言归正传 我们 对 我其实特别好奇说 这个 雪静带着妈妈一起来的 然后 刚才她也说 妈妈可能之前不是特别地 看好这个老公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老公是 之前是职业跳舞的 没有正式的工作 然后我妈妈是坚决不同意 然后我跟她说 我妈喜欢跳广场舞 然后她就自己编了一点广场舞 然后教我妈跳广场舞 然后慢慢慢慢地 然后我妈开始接受她 有点接受她了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 有一次我去外地了 然后没有时间在家里 然后我妈妈生病了 然后住院了 然后我老公就自己要求 要去医院照顾我妈妈 然后就跑前跑后的 然后那个化验啊什么 现在阿姨有没有特别爱这个女婿 我觉得我女儿没认错人 找的女婿有善良有孝顺 挺满意的 之前以为只是找了一个女婿 然后结果呢 这个女婿进来之后呢 教了你跳舞之后呢 还给你带来了一份健康 你因为跳了舞之后 心情会变得好 然后会变得更年轻 然后自己还会身体精气时候 整个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有没有觉得 转大了感觉现在 我觉得我的女婿 叫我跳广场舞 我现在我活得快充实了 每天我可高兴 我每天跳跳广场舞 给她带带孩子 帮帮她的忙 我觉得活得挺有意思的 每天开着超市 带着孩子 跳着广场舞 这日子啊 老有所乐 对啊 你说年轻子女啊 和父母之间 她总免不了一些吵架啊 隔阂啊 矛盾啊 这个时候啊 千万不要硬碰硬 一定要换位思考 试着去接受 试着去了解 孝顺孝顺嘛 就是一定要顺着老人 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的 这是我们第一组家庭 那接下来第一轮 怎么李思这边 要派出哪一组家庭呢 我们这次要派出的是我们的安全夫妇 但是我要在派出他们之前 也想让大家看一个小视频 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他们叫安全夫妇 你瞅这车让你开一辆 谁 谁插都能插过呢 你看 谁想变你家变你家 这车让你开的 都不敢好老娘们 我时间够你了 你超的啥 你这一道了 开车的 多些个人骗你了 开车的能不能互相遣让 你遣让一上午都别到学校了 学校就在眼前 在这一早上呢 谁骗你 多少人骗你了 你说多少人骗你了 骗我 我下午干他家 我骑的身份开啊 还能啊 那你骑的身份开吧 骑的身份开吧 你去谁让你开 我开车都能在旁边搬 不得留点安全距离吗 那这 这距离真大 最安全距离 我又去山上去哪 你跟我说你堵车 就你的计划不堵车 谁 谁想变你一下 谁变一下 谁变一下 谁要抄你 你哪有几个人了 谁想变一下 谁变一下 谁变一下 你那么就变一下 你那么说你 我从来就变别人 但别人想变我就变 就不可能变我 你变不过去 开车变 说什么 说什么 怪不得叫安全夫妇 这不是在网上 前段时间特别火的 这个安全距离吗 这个 咱们刚才视频里面的 就是你们下一组 要派出来的人吗 对 我觉得 我看了这段视频 我看了这个安全老婆之后 我想带着我的队员们退出了 有点害怕 我真的不敢憋她 我也不敢跟她比赛 我怕她 我怕她消磨了 太厉害了感觉 没事她老公一直要保持着 这个安全距离 就是不知道一会儿 会给我们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表演 会不会就把车 开到舞台上了呢 Vivo手机提示您 稍后更精彩 陆寒是谁 照片告诉你 一路向前 用汗水刷新自我 全新一代双核像素 逆光也清晰 照亮你的美 Vivo X20全面屏手机 Vivo Vivo手机提示您 精彩继续 我真的不敢憋她 我也不敢跟她比赛 我怕她 我怕她消磨了 太厉害了感觉 没事她老公 一直要保持着 这个安全距离 就是不知道一会儿 会给我们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表演 会不会就把车 开到舞台上了呢 那么掌声有请 可以别动了 可以吧 我自己能赢 我就在建设台上有种人 不远 到家了 青春献给小酒桌 醉生梦死就在喝 我到来今天又煮指板啊 又喝了 你如果回来得耐豆啊 不能 小爷们今天晚上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 翻身浓浓把歌唱 我站起来了 我和大哥呀 我回来了 开门 这是又喝多了这是啊 做个菜也不消停 你跟谁喝的这是 你不不喝酒吗 不是 你这是干啥去 我做菜呢 我没喝啊 我没喝啊 没喝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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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分 他们喝酒 撒我身上了 啊 撒你身上了 哎呀妈这酒撒的 哎呀呀我看看 哎呀 撒嘴里了 哎呀哎呀我看我看看 哎呀舌头撒木了 哎呀妈 你说你因为喝酒啊 丢多少次东西 丢多少次人 我撒嘴 丢过人呢 没丢人 没有啊 前几天在小区里头 谁在底下领个屁股瓶的喊 我谁家的啊 我找不到家呢 谁啊 我屁股里尿尿尿尿几次 三次 啊 尿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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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门一样的 我一拉回来 哎 按生功能的 那你要生功能 你说你除了喝酒 你还会啥 你说你还会啥 烫头 抽烟 还有耐受 一说你可有队伍的 你过来来来来 来 哎 你好 好烙了来 好烙了 我让你坐下了吗 我让你坐下了吗 坐下吧 谢谢罗涵大哥 你说你能不能少喝点啊 有时间去帮我接送接送孩子 你说你现在连接送孩子 你都接送不明白 我能接明白啊 你能接明白 能 我知道现在几年级了 后来我执三年级吗 后来知道的 后来知道三年级 几岁你都忘了吧 十岁 几岁 十岁吧 到底几岁 你说几岁就几岁 我说 我说算 我说几岁就几岁 我说几岁就几岁 孩子接送不明白也就算了 辅导作业你也辅导不明白 十道题搓齐道 来你跟大家讲讲来 上次那道数学题 一家三口到那个公园游玩 大人七块钱门票 小孩两块钱门票 带二十块钱够不够 你怎么跟我儿子说的 那骑书的这种毛病 什么毛病啊 三口月二十块钱上公园 得多这种猫子 你别说二十块钱 二十百块钱都不 你不买水 不买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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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省点花也差不多 那人呢 那五三千什么意思 怎么解释的你 为孩子都搬了三次家吗 那上次怎么跟我儿子说什么 孟母一月三千块钱呢 后来掌工资了吧可能 掌工资了 还掌工资了 没有 掌工资了 你以后少喝点 多陪陪孩子 你说你现在这身体 这肚子里头有好东西了吗 心肝脾肺肾 心脏病 胆囊炎 胆洗肉 脂肪肝 一腺炎 胃炎 肠炎 我还有肾呢 你身结石刚做完手术你忘了 这也不行啊 那你说行不行 你说什么 不行 你说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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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少喝点酒 我不希望等我老的时候 我自己守得这么大个房子 对着你照片想你 值不值当 老婆你说的一些我都明白 我多懂 别人都看我说我是酒蒙的 我不顾家 我啥都不知道 有的酒不得不喝 这一年这房子 这是我喝出来 我喝出来咱家的第一台车 如今的一切一切 现在都是我一口一口喝回来 你还有理 我是个婚庆主持人 今天我接了一个十万块钱的活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啊 你给我坐 你抄啥 对不起老婆大哥 你扒啥你 我失态了 你还有理了你 你的意思 现在办事不喝酒办不成呗 你看看有多些成功人士 是喝酒喝成功的 那我的工作做成这样 我是一口口酒喝出来的吗 你不是喝出来 你是打出来的 好的 孩子的童年就一次 你现在不赔的 等长大你想弥补都弥补不了 再说了 你说你这这么年轻啊 你把身体喝出病了怎么办 怎么办 哎呀 听君一席话呀 如醍醐灌顶啊 毛巾都开了 你说房子现在是九层新的 媳妇是九层新的 这我要是喝梅来的话 我这个下一任就是做房子 搂我媳妇打我儿子 从这么干的 我就说这个酒啊 嗯 以后啊 怎么呢 少喝呀 还少喝 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 这还差不多 这还差不多 咋的了咋的了这是 咋的了 震动 你可笑我一跳 生哥 我在家呢 以后的酒局呢 我就不参加了 那要是朋友这样就不醋了 那就不醋了 好再见 我去找他我家 一吨酒不喝就不醋了 我去找他家 我找他聊聊 我看到怎么回事 我看刘布 你休息吧 哎 你休息 这老娘们不得把我这些哥们什么东西喝苦 不行啊 哎 等我 来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叫李峰 来自吉林白城 这是我们家媳妇 我媳妇老韩 喝多了就加个大肚子 对 喝多了就加个大肚子 为啥呢 我怕他打我 你作为一个东北老爷们居然怕媳妇 你看哪个东北老爷们进门就把自己媳妇吊起来一天打八辫 那没有 这是爱女人的一种表现 那平时在家 是不是也这么暴力 暴力吗 暴力吗 难道不暴力吗 很正常啊 很正常啊 啊 这这刚才爬爬往上 咋的时候我都听到了啊 这是爱的接触 刚才那个说真的 我觉得二位你们是专业的画剧演员吗 还是 没演过 没演过 这是第一次演小品 对第一次演小品 那你演得太好了 我太入戏了 我都觉得我就已经看进去了 谢谢 你俩日常就是这样对话的是吗 对 比这个要严重 他还严重 收敛了一点 你看看啊 这不特写抓着门 这严重你还掐一点 所以我刚才说的是对的 主持人问我 说你们刚才在下面换装 主持人问我说 许飞那个 你们东北姑娘都是这样的吗 我说哪样的 他说就像刚才这么厉害 我说不不不 我说她还太斯文了 你是在南方担时间长了 回来说 这很普通 是 我说了 我说了 我说那刚才那表现太斯文了 那不是我们东北姑娘 你得自己试试才知道 这边稍微暴力一点是什么样 不咋的 就是看这 这坑子也有意思吗 哪个不咋的 反正我还没结婚呢 我先向您请教一下 看敢不敢 我说你以后找一个 比她更猛的女人 她估计找不着了 您就是平时也厉害吗 还是只是对您老公 我只对她 主要对她 我在外面胆儿特小 吵架都不敢 打架也不敢 不不不不不 您打这一下我都疼 我吵着都疼 二位是第一次演小品 二位平时是做什么的 我是一个婚庆的主持人 刚才这个小品也提到了 对 我在附屋保健院上吗 对 保安大队大队长 正经是做啥的 做人事工作 对 看完了 战争又开始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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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真是大姐 鸡皮哥的气神 对呀 结婚就好了 结婚十年了 你自己不招惹谁 咋整 来人有小孩吗 有 多大了 也来了 在上面的 来 老师你来 大家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海宇 你说老公那么多事业 平时工作是不是特别忙 对 他就是平时家里事 他什么都管不上 我爸爸有时候 只能偶尔回来一次 偶尔回来一次 特别想爸爸 回家的时候 他睡着了 那你作为二人 又心疼又生气应该是 对 就唯一有一次 那个出去接一次孩子 然后门还找错了 放学的门找错了 那我想知道 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这初心是什么呢 家庭欢乐受 每个家庭都不一样 我认为我的家庭很快乐 我儿子有一次为了 吃一顿烤肉 这顿烤肉必须得 跟爸爸一起吃 等了整整半年 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 也希望爸爸 多多时间可以陪陪孩子 希望这个团聚 不仅仅只是在节目上 而是在每一个周末 每一天 好的 掌声送给他们 在第一轮的投票环节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请回 我们的超市夫妻 欢迎回来 本节目由VIVA手机特约播出 VIVA X20 逆光也清晰 照亮你的美 接下来 投票的权利交给你们了 齐勒瑞士 请到中国 请投票 那次的数学题 一家三口到那个公园游玩 大人七块钱门票 小孩两块钱门票 带二十块钱够不够 你怎么跟我儿子说的 那齐出的这种毛病 什么毛病啊 三口就二十块钱上公园 准备战队 3 2 1 李斯丹英战队75票 准备战队46票 恭喜李斯丹英战队 恭喜 那接下来李斯 咱们这边乘胜追击 我想把我们的马来西亚 华裔夫妇放在 最后一轮 所以第二轮 就我亲自上阵吧 好的 好的 让我们掌声邀请李斯丹英家 有请 微博小机提示您 稍后更精彩 微博小机提示您 精彩继续 这次不败吻习 我是下个传奇 我是李斯丹英 歌都像我媒体 拿着相机 对中我的眼睛 又在对我质疑 只有我的每首歌 都是大热单情 谢谢你为我聆听 就是唱我的音乐 回去颜色 影响一夜 我的光芒 开过去的云蓝圈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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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那麥克風 我想得很奇怪 這是我的手 再加碼 with my mind 現在跟我一起了 嗨 我是說上街的女王 請叫我女王陛下 我是說上街的女王 請叫我女王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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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沒有什麽事情讓我做不到 讓我進入我的夢 讓臉聽得到 我的臉部從來都是你們打不掉 不過要看這一切變得Going down 不要再和我開玩笑 沒人看著我耍一招 過去一天幫我聽報 I'm a fresh 承受的一個叫 不要跟我學會 不要對我追 不要那麼看 我想得很奇怪 這是我的手 再加碼 with my mind 現在跟我一起了 嗨 不要跟我學會 不要對我追 不要那麼看 我想得很奇怪 這是我的手 再加碼 with my mind 我還想得跟我一起了 嗨 STERLY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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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O 不要跟我说坏 不要对我追 不要那么看 我现在很奇怪 这是我的手 在 common with my mind 现在跟我一起来 不要跟我说坏 不要对我追 不要那么看 我现在很奇怪 这是我的手 在 common with my mind 现在跟我一起来 感谢李斯丹妮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叔叔阿姨一起到舞台上来 好的 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来到这里 刚才这首歌叫做《请教我女王陛下》 对 女王陛下请受小地板 平山 平时私下里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是像就是女王范儿的还是女汉子的 我平时就是比较害羞 然后可能话也不是特别多 我现实生活跟在舞台上的这个性格反正还是比较大 你确定害羞 对啊 我很害羞 对啊 我很害羞 呵呵 我害羞 丹妮 那爸爸妈妈在前面看你唱歌你会不会紧张 会的 我跟你说 我觉得会 我真的觉得会 我第一次紧张是 就是那会我们比赛我忘了是几进几我唱《对你爱不玩》那个 哇 姐 你真的车祸现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爸就在下面 我爸在下面看着我 然后那次是因为我要跳Michael的那个舞蹈 然后还要唱《对你爱不玩》 我一看到我爸 因为我爸你知道吧 就是他的头就是特别亮 就是 我一眼扫过去 我爸在那儿 然后我就忘词了 直接忘词 我真的觉得那次好丢脸 好像找一根缝钻进去 因为那会儿还真挺紧张的 我妈妈其实特别给我面子 就比如说每次在那种公众场合 我爸跟我妈都会特别给我捧场 好 特别好 哪怕你唱我错了 好 哪怕你走坐台步 好 然后 不 然后一回家就说 乖乖 我跟你说 你今天又有一个动作 你知道我们HIPHOP 有很多 那个超师傅应该知道 有很多就是提裤子 对 这种很帅的这种动作 是吧 有些小动作 对 我妈就是在这方面经常说我 乖乖 你是个女孩子 你是个漂亮的女孩子 你千万不要在台上就提裤子 是 妈妈不理解 就那种 哎呀 真的不适合 那我就去跟她 每次我跟我妈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说很久 对 因为一开始不太了解他们这个舞种 有时候我都以我们以前的那种 平胖的 哎呀 什么比较那个轻柔啊 还有比较优美啊 对那种知识的舞之嘛 然后现在慢慢的接受那种 好多就是国外的那种什么绝世啊 街舞啊 HIPHOP 我都被她带得很潮了 很失神了 李思是九几年 怎么了 现在开始暴露年龄啊 曾经在节目中爆自己老妈老催婚 也不是 对吧 妈妈 也不是 也不是 但是就是作为那个父母嘛 还是比较关心自己的女儿的这个 这个嘛 有我们同龄的 还有给她差不多大的 结婚了嘛 到有小孩了嘛 这个东西有时候大家在一起 觉得一起难免就要 就要说说字 看看自己拉拉家长嘛 你看 你看我妹妹 我妹妹不着急 我都不说她年龄了 到现在还一次都没恋爱过呢 就是 阿姨别着急 现在都是很优秀的女爷嘛 都 都单身 对 你说对了 对 阿姨 现在这个话很失神 也比较流行 是 是 别着急 别着急 我们制片人50了都还没结婚呢 那你这个挑女婿有没有标准 还是标准肯定是有的 肯定是有自己的事业 对吧 你看要求多高 她为什么一直没有男朋友 然后还是要 我的女儿还是比较优秀 对吧 应该她也是非常优秀的 还是要高高的帅帅的 要配得上我们丹妮 对吧 叔叔 您同意吗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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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的领导说了算 家领导在这儿呢 得 我算是听出来了 叔叔好像在家也是爬耳朵 是不 爬 爬 爬耳朵 爬 爬耳朵 爬 爬耳朵 但是我们家还是属于一个 比较民族的一个家庭 我们基本上有什么家里 有什么大事情 我们三个人一定要开个会 对 所以其实我有一件事特别好奇 叔叔 丹妮她在台上的那种 非常强大的 很神秘的那种控制力 然后以及她的那种女王范 是继承了您 还是阿姨 是她对音乐的感觉 是音乐把她弄成那样的范儿 所以说 李斯丹妮是音乐的女王 是家里边的乖乖 谢谢 再次掌声送给她们 谢谢 那 这边 李斯亲自出马了 是非 这个魂力有点猛 女王陛下如果已经放了大招了 这时候我必须亲自请出 我们这组的音乐夫妻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围方的 我叫黄新月 大家好 我是黄新月的老公 我叫徐扬 两位都是做什么的 我们两个都是圣月老师 都是圣月老师 我们是在10年的时候 我们当地的一个比赛上认识的 他当时唱了一首歌是父亲 然后他的嗓子特别好 就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洪亮 但是就是最后 好了说到这就行了 后面别说了 你让我说 咋的了呢 你得让我说完 就最后的时候没有唱好 然后就淘汰了 然后他就深深地把我给记住了 记住了然后呢 后来他跟我要了电话 然后那大家都是参赛队员 那就留个电话呗 给了个假号 给了我太实在了 我就给了 他就没事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那会儿我是带小课 就是一对一的这种 然后他是在那个公办的小学里面 就是带那种大课 就是全都是小学生 然后他没事吧 他就说 你来听我上课吧 然后 你看被我猜着了吧 就是骗姑娘的方式 就是你给我来 我给你上上课 那我觉得正好他是教的是大课 我也能学点东西 我就去呗 然后去了吧 还挺有魅力的 他讲课的时候特别幽默 然后他去一看 那时候小孩都特别喜欢玩 喜欢小孩 小孩也喜欢你 他觉得这个人还行 然后比较有爱心 对 他挺有爱心的 就给我的当时第一印象 然后那听完他上课 那他得听我上课吧 他就没事就给我打电话 我听你上上课吧 套路 太有心急了 要不怎么接紧他是吧 就是长了一张狠狠的脸 没想到套路这么深 你看 他心眼可多了 他从来没有提过 就是当朋友相处嘛 然后相处久了吧 然后两个人就会聊天 然后有一天呢 他就跟我说了一个 他的一个经历 他当时说 就是他曾经得过一种病 是这样的 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是我那个 刚刚大学毕业不久 在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呢 是 我被查出了尿毒症的晚期 在我毕业的那一年 即将毕业那一年 然后呢 我离开了学校 然后做了这个肾移植的手术 所以说呢 在那个时候 虽然我很喜欢他 但是因为那时候比赛完之后 也只是存在于这个朋友之间的交往 朋友之间的交往 没有太多的跟他去表示说 我懂不懂不喜欢你啊 我说我要去跟他表白啊 这种事情 当他跟你说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心里怎么想呢 就当时就心里面咯噔一下 我觉得有点惊讶 就因为这种事情 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很难见到 我觉得只有在电视上 我才能看见 然后当时他说完了以后吧 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我就晚上回家 我就偷偷地上网 然后去查阅一些 关于这个肾移植的一些信息 然后当时我就看见上面 好多说的就是说 这个换过肾的人 理论上说是只能活十年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性命说出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 然后后来我们又见面了嘛 后来然后我就问他 我很实在的 我就直接说的 我就说 你知道你自己还能活多久 然后他就很乐观地说 他说 这个做过肾移植的人 然后理论上说确实是十年 但是有活二十年的 有活三十年的 这个看自己个人心态 我当时就有一些很开心 我就觉得我想陪着他 我想让他跟我在一起的日子 天天都是开心的 是 您想陪着他 那您呢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都感觉到很惊讶这个事情 因为当时很多人就是说是 听到我这种情况都会觉得 因为我身边有好多的像这种 我后来认识的朋友 会觉得要 可能他不是故意的 他会觉得有点疏远你 但是他没有 反而后来我们两个就是 他很坚定 在之前你没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候 两个人很容易就走到一起对吧 那你却迟迟不向他表白 其实自己也是有一点担心 是吗 可能是怕被拒绝 也可能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就是说是 可能会担心被拒绝的理由是这个 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怕脱离我 两个人在一起最恐怖的事情就是 不能陪着你一边了 其实当时有好多朋友跟我说过 提醒过我 你要考虑到你的以后 你的下半辈子 包括我的母亲是非常反对的 那现在您爸爸妈妈接受了吗 我们现在就是 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因为我们在15年结的婚 然后很快我就怀孕了 然后我们现在的小宝宝 已经一岁四个月了 特别可爱 特别乖 男孩也好 男孩也好 也非常健康 现在爸爸妈妈看见我们的儿子可开心了 天天就是看他的小外孙 顾不上我们俩了 那许杨现在的身体还好吗 现在很好 我的生意这时间现在是八年 八年快九年了 这前段时间刚刚去北京做的这个 做的这个身体的调整 还是状态还是不错的 命运的捉弄和疾病的折磨 对于许杨来说是最大的不幸 但是遇到了幸运之后 就是最大的幸运 那接下来是要给大家唱首歌是 我爱人是《花枪你高音》 但是呢我们今天没有带来美声的歌曲 我们带来一首非常有意义的 《一路上有你》 唱的不好 大家多多勾喊 你知道吗 爱你并不容易 爱需要很多勇气 是天一半 好多话说不出去 就是怕你负担不清 你相信吗 这一生遇见你 是上辈子我欠你的 是天一半 让我爱上你 才又让你离我而去 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 今生就该我还给你 一颗心在风雨里 飘来飘去 都是为你 《一路上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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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一路上有你 听了他们的故事 谁还敢说我不相信爱情了呢 我爱你 我就想一直陪着你 谢谢 在第二轮投票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请回李斯丹尼一家 欢迎回来 本节目感谢Vivo手机特约播出 Vivo X20一光也清晰 照亮你的美 是的 那接下来遇到了第二轮的投票环节 接下来 投票的权利交给你们了 几点卫视 《青东中国》请投票 我爱你 一路上有你 同一点也愿意 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安逸 三 二 一 李斯坦英战队57票 许飞战队64票 恭喜许飞战队 确实他们俩的爱情故事 真的是打动我们每人的内心 那接下来到了第三轮了 第三轮 那咱们就先继续 我们还继续 那可不咋的 好吧 那我们这边 你看见吗 坐在特别可爱特别和谐的一家 我们马来西亚华裔一家 请上来吧 掌声有请华裔一家 有请 加油 先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王震阳 大家好 我叫王震阳 大家好 我是王震阳 大家好 我是王大川 可以叫我王爸爸 大家好 我叫王震阳 大家好 我叫王震阳 大家好 我叫王震阳 大家好 我是杨智英 大家可以叫我王妈妈 因为刚才说是马来西亚华裔 所以其实是从国内后过去的对吧 是我的爷爷的爸爸是从中国来的 我们是海南人 海南人 然后到了马来西亚是几代了 第四代 我们是第四代 哎呀 你好聪明啊 谢谢 他第四 我是第三 您是第三代 他是第四代 那您就是几次回到自己的家乡啊 我是第七次 但是全家人是第二次 第一次来东北什么感受 东北太冷了 太冷了 是 你吃东北什么好吃的了 嗯 药 羊粥炒饭 还有 来东北 你吃羊粥炒饭吗 小鸡炖 小鸡炖蘑菇 炖蘑菇 但是我有看到 那个相片 它是虫来的 虫 爸爸看到的是 真的是好像虫的 但是它不是虫 那就是谭友欧 大家都去考谭友欧 是吧 哎呀 东北考谭友欧最有名了 吃了吗 看了很大盘 怕了吃不完 然后我没有叫 晚上的时候 我给你叫一串 是啊 对 谢谢 很好吃的 那几位 再次回国 有没有觉得 有发现什么趣事啊 这里的人都蛮乐于助人 就是很喜欢伸出暖手 有帮忙 因为我们新 就是第一次来这里 有时候不认识路还是什么的 然后我问一下 东北的朋友们 然后他们都很热情的 哎 我们东北的朋友很热情 你问路啊 在东北不能轻易问路 知道吗 你要是在其他的城市问路 人家就是给你指指路而已 在东北问路 他直接就说 上车我送你去 对 直接跟我等 对 那这次回国有没有要完成的心愿呢 我们是想圆了我们的那个父母的心愿 因为我们的爷爷已经不在了 所以呢我们的父母就想说我们的孩子们想在祖国 就是因为他们老人家两个已经有接近80岁了 行动不便 不能和我们一起来参加节目 所以他想在我们看到我们全家人能站在中国的舞台演出 他们就会很开心快乐的 是的 马上过年了 春节到了 完成父母的思乡之情 是的 那这次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你们一家人一起吗 是 是的 你们一起唱一首歌吗 一个人唱一句 就没了这首歌 是 那你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其实呢 我们是有一个家庭乐队 家庭乐队 是 我是主唱 然后他是被施首 然后哥哥是鼓手 然后爸爸是吉他手 那这妈妈 妈妈是指挥 那怎么开始就是想要组成这个乐队呢 2015年 全家人就开始玩音乐玩到现在 每天都需要排练吗 一星期两三次 那平时的这个演出多吗 演出比较是人家邀请我们才会 我们会去 赚钱吗 我们不赚钱 因为打音乐是我们的兴趣 就是我们以兴趣为主 开心就好 那接下来 要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正好比你们一样 你们快乐 我们也就快乐 掌声邀请马来西亚华裔余佳 谢谢大家 你眉头开了 你眉头开了 说一波笑了 你眼睛红了 我的天灰了 天窖的既然说你快乐 于是我快乐 玫瑰都开了 我还想这么的求知不得 求不得 天窖的既然更难得 喜怒和爱乐 由我来充满你不得 啦啦啦 啦啦啦啦 有这么精彩的表现啊 而且还这么专业 我们真的太棒了 然后我真的此时此刻 我想跟导演组申请 我放弃了比赛 我不想唱了 我在他们就是整个舞台 给我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自己在看一个演唱会 就是现场非常的燃 特别是我们八岁的这位主唱 特别喜欢你 你特别有标志 这rock的首饰 我觉得你的内心 其实就是一个摇滚 对 好棒 我觉得王爸爸真的很厉害 就其实 在我们家庭欢乐秀的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出现一个这样的家庭 然后能够 让我们国内的所有的爸爸妈妈看到说 其实父母有一种方式 可以跟你的宝宝们 用音乐的方式来代替语言 也是因为当初妈妈睿智的这个决定 把一家人通过音乐 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 就像是刚才唱的歌一样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那接下来场上的六组家庭 就剩最后一组了 让我们掌声有请许飞一家 上期节目谈到了妹妹很会拍照 给许飞拍了很多照片 我是被她锻炼出来的 锻炼出来了 对 那我们要看看你到底拍得怎么样 请看大屏幕 这个是她在拍照 我在拍她 这个应该是演唱会的时候吧 对 这个是她去年的巡演 这张好友 她平时在家就很喜欢 和她的猫 狗 互动什么的 就是一和猫在一起 就是整个人有一种母性的光辉 所以其实我没有那个 王爸爸 王妈妈他们那么厉害 他们下面有四个兵可以去使唤 我手里面只有这一个兵 所以基本上她就把我日常的 所有的这个衣食住行 需要她记录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妹在帮我拍 那许飞有很多身份 歌手 创作人 飞跑团团长 演员 然后还有这个摄影爱好者 包括呢 之后又自己做老板 吉他这个私塾 还有这个自己的工作室 饭店 这么多 其实没有那么夸张了 我觉得现在 我最主要的工作 或者是我花最多时间精力的 应该是放在创作上 所以对于我来说 无论是去一个剧里面客串 一个角色 还是说去创业 投资一些 我投了一些东西 家里人在做 也自己也曾经 亲力亲为去做过一些事 并不是因为喜欢才去做这些事 只是因为我觉得 从创作的角度上 我需要生活 我需要真实的生活 我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 我需要这些生活的体验 它能够变成沉淀成 我所要讲出来的观点 然后它能够落在我的笔尖上 变成一首歌 所以一切都是为了创作 对 我并不觉得他们是事业 就是算是一种体验吧 那么在2017年有一首歌呢 经过李健老师的翻唱 再一次地进入到了观众的视野 这首歌呢叫做 《父亲写的散文诗》 是 是 无比的荣幸 同时非常的感谢健哥 李健 对 其实是好几年前写的了 然后发行了之后呢 那这首歌 其实在网络上没有任何的反响 就石沉大海 然后甚至是说 我在发行那首歌的时候 父亲写的散文诗 我连把它放进专辑的勇气都没有 原因是 我会觉得 那首歌太过于具体了 在中国的市场上 有太多写父亲的歌了 所以我会觉得 他们写父亲都写得那么好 所以我连专辑都没有放 那首歌就很草率地 发了一支单曲就放到网上去了 但是我没想到 健哥在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 他竟然找我说 他要翻唱这首歌 听说他提前还给你打了个电话 对 因为他没有微信 所以他是给我发短信 他给我发了三天短信 我从来不看短信 结果他就去给我微博私信我 因为我们其实是有微博也有关注 他就说你可能换号了 我找不到你什么的 我给你发了短信 我一看 一看短信 他给我发了好几天了 所以我就给他打回去了 对 其实很感谢健哥 他 让全中国人吧 听到我的那首歌 对 听到我那首作品 那这首歌是你写给自己父亲的 其实这首歌 并不是我写给我爸爸的 但是呢 因为这首歌其实当时是 我的搭档是一个诗人 我之前其实 我刚才有跟叔叔阿姨讲 我曾经在成都军区任职 对 然后我在成都军区战情分工团 所以我在成都有过将近七年的时间 对 那我在战情分工团担任的这个工作 就是在创作史 我就是写曲的 我的搭档是一个诗人 叫董于芳 他也是战情分工团的 所以我们俩其实是 一直在战情给 部队 给成都军区 我们是专门写军营民谣的 我们两个一起配合 那写了七年的歌 我们两个其实在 过去的七年吧 其实在部队里面 也拿了一些奖 全军文艺会演啊 各种金奖赢奖 拿了一些奖 后来我就说 我说我们两个可不可以把我们的军营民谣 因为每次下去 战士们还是蛮喜欢的 我说可不可以我们添上 流行歌的歌词 然后我们写一点流行歌 对 所以我们第一次尝试 就是父亲写的攒文诗 原因是 他就跟我说 哎 菲菲 我有一首诗 那个父亲写的攒文诗 是董玉芳 她的真实的故事 是她看了她爸爸的日记 然后呢 她爸爸在里面写 说哎呀 家里已经没有钱了 然后我要去邻居家借点钱 那个芳芳一直都在哭 她一直在闹 我要借点钱给她买饼干 所以她跟我讲 她说 我这首诗你看一看 她说也许可以写一首歌 那我们算是第一次 在军英民谣之外 合作了一首流行歌 就是这首歌 那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许飞带来的这首 父亲写的攒文诗 刘检订阅 表辞用 这首歌 是即使 公司 对 都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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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里面的每一句歌词 每一个旋律 都是那么的真诚 而且打动人 一首纯粹 而且真诚的歌 唱出了许菲对于爸爸的爱 掌声送给许菲 那接下来就到了 第三轮的投票环节了 在投票之前呢 还是要请回莎莎和华裔一家 掌声有请 欢迎回来 本节目由VIVA手机特约播出 VIVA X20 逆光也清晰 照亮你的美 那接下来 投票的权利交给你们了 吉林卫视 《情动中国》请投票 一下 敏戴 одно recognizes three 两 兩 三 三 二 一 我们还要请回所有的家庭 回到我们舞台上 那话不多说 我们还是要赶紧看一下 网络观众的投票结果 到底是怎样呢 请看大屏幕 李斯兰英战队39842票 许飞战队43674票 恭喜许飞战队 所以产品分4比1 今天是姜英许飞战队的名义 为评论地区的双手学位 宣赠一座图书室 当然也欢迎大家扫描 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向全国的观众展示你家的心服 那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是要用Vivo X20 记录着美丽时刻 好的 家庭欢乐笑 情动中国家 好了 我们下周四晚的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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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